哈囉大家好 我是Rui 相信各位最近對我們海外伺服器之後的未來走向都相當在意 也有相當多的討論 其中最受我們關注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輪迴杯石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六轉素材啦 那在前幾天也有跟各位提到 輪迴的部分 在GMS六轉改版官方直播的時候 他們有封鎖輪迴這個詞彙 不能打在聊天室也不能做詢問 而且又有限制測試服只有一部分的人員可以參加測試 而且還有禁止他們所有關於測試服裡面的內容 所以這個就會讓我們有一些猜疑 就可能猜說輪迴是不是要不妙了 那大家也發現前陣子輪迴的價格也是 如果千丈嘛 掉到兩萬多塊 但是呢各位 今天我們這個GMS的官方有公佈了他們輪迴的消息 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部分就是之後要實裝的副本化 副本化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了啦 就是呢260之後的地圖 也就是AUT地區會有我們的副本化 那副本化呢就很像我們跟會城裡面打怪地圖那個樣子 就是呢那個地圖的怪只有自己打得到 但是呢大家都會在同一張地圖裡面 那副本化不一樣 他是最多此刻有兩個玩家在那一張地圖 那第三個進來的人呢 他的地圖就不會再出現怪物囉 所以一個圖最多只能待兩個人而已 那副本化的地圖裡面呢 是不會出現精英怪物的 就是黑王那些都不會出現 所以呢不會有這個黑暗輪的部分 那再來如果你是本來就有組隊的人呢 你只要一進入到這個副本化的地圖 就會自動退隊 那還有就是如果你在練等的時候不小心死亡的話呢 你的這個練等順位就會被剔除掉 就是剛才不是有說一個圖子的兩個人嗎 那你死掉的當下呢 你就不算在這兩個名額裡面了 而且即使你馬上的做復活呢 也沒有辦法拿回你這個地圖的所有權 你必須要重新進入這個地圖 才可以拿到這個地圖的順位 所以如果你在死掉 並且回來這個地圖的過程中 有人來到這個地圖 並且已經有兩個人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再拿到這個地圖的所有權了 所以大家在練等的時候要小心一下 不要不小心死掉了 不過這應該是還好啦 畢竟應該不會隨時有第三個人在那邊等著吧 對不對 應該不可能在那邊排隊啦 所以如果你在不小心死掉的話 就記得趕緊的回來喔 好 那這個是副版畫的部分 那再來的重點就是 這個狂亂圖騰 這翻譯的問題啦 就是我們的輪迴碑石 輪迴碑石是有用的 只是它只適用於 使用輪迴的那個角色的所在地圖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沒有辦法幫放了啦 因為我說了嘛 因為副版畫的關係 所以其實地圖是獨立的 它只有在你放輪迴的那個角色的所在地圖 才是有效果的 那剛有一些觀眾也有說了 以後應該是確定不能租輪迴的啦 這個輪迴只能自己來使用 但是呢 這個AUT以外的地圖 也就是副版畫以外的地圖 還是一樣可以正常使用的 就是你要租輪幫別人放還是OK的 那國際服呢 他們是有限制這個副版畫的時間的 就是從10月15號到2月6號 將近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但是這個時間也可以看看就好了啦 因為當初韓服呢 他們也是有限定時間的 如果限制到現在他們沒有限制了 就是變成半永久副本畫的感覺 不過國際服跟韓服人數都蠻多的啦 那台服會不會照根不確定 再次強調哦 這個是國際服的部分 那我們台服最終究竟會不會跟副本畫 這個是不確定的 好 那我只能說這個改動有好有壞啦 那首先輪迴能用肯定是好的事情吧 對於有輪迴的人來說 那沒輪迴的人可能就比較頭痛了 因為以往可能可以租輪之類的 但現在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但這終究是國際服的部分了 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個只是國際服的部分 那台服會不會完全照根 這個是不確定的哦 這個是不確定的 那我只能說呢 在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呢 我的輪迴直接從2萬多塊 長到了3萬多塊啊 呵呵 那估計如果台服真的有照根的話 可能會長得更兇吧 因為六轉如果很多人回來 那加上輪迴又只能自己用 有可能會再長得更多了 但你說長多少我也不知道 那甚至是說 你問我現在該不買輪迴之類的啊 我也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回答你啦 我是覺得就是自己有想好就可以了啦 有想清楚就ok了 就跟前幾天輪迴在跌的時候 有問我說到底不要賣 我也說你自己決定就好了 畢竟輪迴這一波啊 真的太多太多有的沒的消息了 像之前還有說什麼 GMS裡面有什麼內部的測試人員 出來說不能用什麼的 欸結果還是可以用 那只能說啊 我都秉持著一個想法啦 就是呢 我都只等官方正式公告的時候 再來做決定啦 所以就是等國際服真的確定公告不能用了 再來煩惱嘛 那甚至等到我們台服真的確定能不能用 有沒有跟副本化 真的確定了再來思考嘛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提前部署的話呢 那肯定是要承擔相對應的風險嘛 這也沒辦法啊 因為你算是做了一種預測的動作嘛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輪迴以及副本化的部分 好那再來是另外一個就是六轉材料的部分 當初我們的東南亞服是有公告說 每日的六轉材料上限是400個 那400個大概什麼概念呢 就是寒服沒有輪的情況下 大概打不到20分鐘就可以打滿了 所以當初有這個限制的時候 其實對大部分玩家來說也包括我 可以說是晴天霹靂啦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六轉嘛 肯定是想要六轉一出來的時候 就來刷這些素材來提升自己的六轉技能嘛 結果當初一看到這個限制的時候 真的勸退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啊 很多人都快受不了了 那如果真的照這個數量限制下來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到將近兩年的時間 才可以練滿現有的六轉技能哦 因為六轉技能還沒全部除完嘛 如果繼續往後開的話 真的真的不知道練到什麼時候 才有辦法全部練完 但是呢 這個現在也有好消息了 這個一樣是我們東南亞伺服器的官方網站 他們做了更改 有沒有看到 他們把400刪掉了 改成3萬個素材 哇真的多超級超級多 多了70幾倍啊這個量 OMG 那就一樣有這個上限啊 只是上限是3萬個這樣哦 那3萬個呢 我只能說真的非常非常的夠哦 為什麼呢 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韓服 他們練等的情況 我有分別比對了幾個不同的練等影片啊 那他們平均下來可能一個小時 大概就是1000出頭 那這是初估啦 而且為什麼會說大概呢 主要是他們平時打怪普通是掉10個能量的 但有時候會掉那個200個能量的 這可能會取決於這個掉寶機率吧 或者是你的這個運氣 反正會有一些不確定因素啦 那所以有時候他們可能 一個小時打的量會特別的少 有時候會蠻多的 像我看那個阿戴爾 他有時候一個小時有1700個嘛 那個是我直播的時候跟大家講的 但我後來看他後面幾個小時啊 有時候就只有1000出頭 甚至還有1000不到的時候 所以平均下來我就當他1000出頭啦 那我們就當他們一個小時 可以打1100個能量好了好不好 那以韓服他們的擊殺量呢 他們10分鐘大概是可以擊殺 3000隻怪物的 那以我們台服來看 因為我們台服有輪迴嘛 那我們有輪迴 情況下大概10分鐘6000隻 也就是他們兩倍的擊殺量 所以我們這個素材量呢 大概是可以他們的兩倍 也就是一個小時2200個 那一天3萬個的話 哇 一小時是打2200我們要將近13個小時以上 所以呢這3萬個上限 基本上呢 正常人是打不完的啦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狂 每天都練十幾個小時以上 那才有機會每天把這個3萬給打滿 不過這一點呢 就對於沒輪迴的人來說比較傷了啦 因為原本是400嘛 那你有輪沒輪400下就打完了 但現在開到了3萬 所以有輪迴跟沒輪迴的人的這個速度 就會差非常非常多了 那加上現在輪迴又只能自己用嘛 所以基本上呢 你想要提高你六轉的技能速度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準備一顆輪迴了啦 但是一樣 他這個副本化是有限時間的啦 但這個就是真的沒那麼確定 因為韓服之後變半永久了 那國際服目前是到2月6號 啊台服的話會怎麼樣 這個也不知道 這個也不知道 那至於這個數量上限的部分 這個沒意外台服應該是 會照著跟啦 這應該不會有什麼意外 不過這個終究是東南亞服 也就是海外服啦 但是這個跟的可能性就高很多了 那再來這邊底下呢 他們有說 他們當初為什麼要這麼改啊 就是他們原本說 我們引入了 每日任務跟每日上限的概念是 為了減輕 我們繁重的負擔 為了減輕我們的負擔 幫助我們的角色盡快成長 就算我每天只要玩30分鐘 那是受不了 然後他們逐漸意識到了 這個決定可能會讓我們阻礙的更多 會削減我們這些硬核玩家的動力 呵呵呵呵 沒錯 我們就愛農 欸 請讓我農 韓服沒有任何的限制 每天有人爆肝練10幾個小時 農到爆 就跑來海外 叫我們每天練30分鐘 那到底是什麼概念 呵呵呵 真的不懂 啊真的不懂 好那再來 就是他雖然上限提高到了3萬嘛 那他還是有保持我們這個每日任務的部分 哦 所以一樣 你只想要輕鬆解的人呢 也是可以解解每日就可以了啦 那另外這個加速器的部分 他們一樣也是還有持續的哦 那可能與部分的觀眾呢 有了解到這個加速器的部分哦 那加速器的部分呢 他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樣 每天可以領一次200 那每6次的話會額外再多1000啊 這個部分沒變 那這個售價的部分 推算成台幣大概是600多塊的樣子 好像說30美金啊 那這個加速器就看個人要不要買了啦 不過這個數量放在這個3萬的面前 可能就比較沒那麼需要購買了 那總之 六團的材料 絕對是個好消息 絕對是個好消息 哇 當初限400我的心整個都涼了 六轉容不起來 就覺得後面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真的太期待六轉了 被限制這個就有點 被潑了一波冷水的那種感覺啊 不過現在我開到3萬 真的非常開心 又重新點燃了這個熱情了 結果呢各位 就在前不久 我們的GMS官網呢 直接公佈說 除了保留每日任務之外呢 他們取消了上限哦 呵呵 所以國際服他們直接取消了 這個3萬數量的這個上限 他們直接做取消了 不過3萬個剛剛也算過啦 其實跟取消沒什麼兩樣啦 沒什麼兩樣 那只能說 我們這個乾地 真正可以想要爆乾的人呢 真的可以乾到爆了 那他們也說他們並不會在六轉的時候 發佈這個加速器啦 國際服目前看起來是沒有打算要 販賣這個加速器的 那至於我們台服最後是跟國際服還是跟東南亞服 我就不確定了 這個就越來越不清楚了 那當然是希望跟國際服啦 就是沒有上限這一個 但是台服一樣就是要等到時候公佈的時候才有辦法知道了 我只能說呢這個海外版本能不能同一點 呵呵 都一直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我的背後 我從這個半夜現在都已經天亮了 還在弄這個 呵呵 甚至受不了 好 那最後呢 就是塔戒箱的部分 就之後塔戒啊 Seed塔的塔戒 戒指都移到外面了嘛 就是打BOSS會掉 那個戒指箱的部分 那原本呢 海外伺服器它上面是斜 就是最高級的戒指箱 也是只能開到1到4級 但這個聽說是物質 我們還是會跟韓服一樣 最高級的箱子 會保證開到3到4 那個1到4聽說是物質 所以呢 這個也是個好消息 確定有3到4了 然後打王又更有動力了 那所以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海外版本有公佈的一些消息了啦 我能說非常的開心啦 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首先輪迴可以用了嘛 那第二個 這個素材上限改到3萬 那再來塔戒箱 也是跟韓服一樣3到4級 都是對我來說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最後還是跟各位強調一下啦 就以上這些東西呢 終究是海外版本 那就是其他伺服器的 那台服會不會全部造根 或者是後續有什麼調整 這個都是不確定的啦 還是要等到我們台服公佈 那我們台服年底 應該是會有個蜂巢派對啦 到時候應該會有個官方直播 那我們台服正式改版的時間 應該也會在1月10號 因為我們的250燃燒結束時間是1月9嘛 那時間算一算也差不多啦 那個時間點1月10號 應該是有機會那時候做改版的 所以我們到時候再來看一下 我們台服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好啦各位 那以上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